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今天呢我们来进行一个头脑风暴 来设计主耶稣基督啊 耶稣的这个卡通形象 首先呢我们先来一个头脑风暴 来想一想这个主耶稣 看了想到属耶稣 我又想到几个词 首先呢应该是 词 爱 它是慈爱的 那慈爱它怎么表现呢 我们等一下再想啊 第二个词呢应该是温暖 它给我带来温暖的感觉 温暖 第三个它有父亲的感觉 是我们的阿爸天父 然后呢给我圣洁的感觉 我目前想到这四个词 那现在我们想想这个四个词怎么表现 词爱呢我们就用线条 来呈现它的词爱 那这个线条呢应该就是柔和的 幅度就比较柔和 不要出现这种尖的赤脚 那我可能想把它整个形象画的判短一点 这样比较可爱 判短 判短 那温暖 我们就用这个颜色 我用这个色彩来体现它给我带来的温暖 所以呢今天我主要用了这几个颜色 这个水彩画笔 先用这个 试一下这个薄红的颜色 薄红 今天用的都是这些 看起来很舒服的颜色来体现它的温暖 第二个颜色是亚麻色 亚麻色 这个既可以做头发扶须的颜色 又可以加上水又可以做皮肤的颜色 这个阴红色 阴红色可以做它脸颊的这个淡红 淡淡的 可能要加点水 这个门黄色 那父亲的形象怎么来表达呢 父亲 想到父亲 我第一个想到什么 就是这个 胡须 除了有下面的胡须 可能再给它 这里一个胡须 中间一个胡须 然后嘴巴 到时候就这么呈现 肾结怎么表现呢 那可能在这个 它的头后部 有一个光圈 来表示肾结 那就用这个阴黄色 我们试一下加水后的光圈 来表示这个肾结 好了 那现在开始吧 首先呢 先画出它的脸蛋 记住 我们画的判短一些 有点卡通的样子 判短一些 然后从中间 我们画它的头发 头发 来个中风啊 这个头发 可能这里 太尖了 不能体现它的 慈爱 所以我们这边呢 给它搞个幅度 有幅度 虽然这个看上去不是 那么真实 这个本来今天就是来 这个脑洞大开 做卡通话 那也不要那么完美 他的头发 下来 头发下来 头发呢 就来给它搞个圆论点 这样看上去比较 慈祥 可爱 来个圆论的边 好 那现在把它这个额头部分 画上去啊 我们画便宜一点 一个桃心 这样看上去 就比较 比较可爱 脖子 那它的这个手势呢 我希望它是这个张开 张开它的手 手臂 来拥抱我们 张开它的手臂 张开它的手臂 这里呢 划一个袖子 它有一个袖子 袖子 手部呢 我就简单点 不要太复杂 就是一个手的形象就可以了 并不要把这个五指画出来 五指画出来 太形象 就没有想象的空间了 发觉它这个身体太细了 擦掉一点 然后画身值 记住今天的这个形象是比较短平的 所以身体不要画太长 差不多就行了 来给你一个腰带 腰带 那它今天的这个衣服呢 可能有点是这个长裙的 来点弧形的 这一个裤脚 裤脚 裤脚 那这个腿呢 把它表现的 短门一些 线条也圆润 圆润 这样才能表现出的可爱 慈祥 那这个眉毛到时候在这 直接上色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色了 首先把它的这个眉毛画出来 眉毛嘛 就是弧度 稍微有点弧度 显示的比较 慈祥 我们要一种磁负的感觉 加深一点 弧须呢 这是下面的弧须 上面的弧须也来一个弧形 好 我们把呼吸先填上 呼须 上面的呼须再厚一点 眼睛呢 就 长条形 看起来比较可爱 也比较慈祥 再给它加两个 腮红 不要太深 太深 就成 有点女性花了 来 加两个腮红 接下来 我们来做 它的这个头发 头发这个中方 刚才画的太 太开了 有点不协调 我们把它往里面画一点 不一定要全部图嘛 留点白啊 有点意外的效果 就好像反光一样啊 有点意外的效果 这个层次感 加点这个深的颜色上去 看起来 就比较逼真了 护须也加一点深的颜色 护须可能要再深点 因为护须的密度比较大 护须 用干笔呢 描写这个发根吧 看起来就比较像 它的纹理 现在来画 现在来画它的嘴巴 嘴巴必须是微笑的 现在给它的这个衣服来上色 首先我们把它的腰带画出来 这个身体呢 身体跟这个脚的比例严重不符啊 这样有种短门短门的可爱感 今天呢 画的是这种卡通风格 所以这个细节的比例啊 不是太需要考虑 稍微画 这这个比例不协调 可能还有点可爱的感觉 现在给它这个衣服 衣服就稍微淡点 所以我们沾点水 上个设 这个亚麻色来呈现这个衣服 颜色特别好 因为当时 耶稣的那个年代 也大多数都是穿这种颜色的衣服 先来给它上一个底层 然后再加深 把边的地方描深 强调一下 把它印开 把它印开 再加到处理 然后再加深 然后呢 在这个袖子里面的颜色 我们涂深一点 来强调一下这个明暗的对比 涂深一点 衣服这里的褶皱也可以涂深一点 来表现它是有幅度的 好了 现在给它皮肤上个色 先从脸开始 这个肤色就很暖 给人带来一种 温暖的感觉 有没有 然后给它脖子上色 脖子可以靠近下 扶须的地方可以稍微黑一点 这样有个明暗的对比 我们就多涂几下 它就黑了 现在手臂 手臂 手臂 脚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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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差什么 圣洁的光环 那光环我就准备这样子一圈 这样子一圈 这边再大一点 那用这个阴环 颜色不要太深 颜色不要太深 来 给它捞一圈 这里再大一点 说不要太深 涨点水 今天整体的呈现风格都是盼动 所以这个光环也是这种 短短胖胖 这个笔头比较细 不适合这种大面级土色 好了 剩下的等它干 就差不多了 今天的这个耶稣的设计 就到这里了 这看起来很像一个小孩子画的 主日学 Sunday School绘画作品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表现出了 瓷爱 线条 柔和的线条 这个判短的表现 温暖色彩 是不是看起来就很像 夏日的阳光 父亲这个胡须都体现出来了 圣洁这个光环 看起来是不是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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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的这个脑洞大开的这个耶稣设计就到这里了 希望呢 这个 突然发现 这里的脸还没涂 嗯 好了 这样子看起来就比较自然了 是吧 感到露图了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个耶稣主题的设计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弟兄姐妹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那我们下支视频见了 拜拜